這邊有皮克斯開心工作精品積點壽 哈囉我是阿滴 嗨我是寶妮 我覺得現在的超商啊 壽的東西越來越誇張了 一個比一個浮誇耶 所以這次總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有九個不同的品項 我們一起來開箱看看 YAY 好那首先我們來開箱這個風展 它很精緻耶 是這個等級的精緻 也是有裹出品的 為的是紀念皮克斯一百週年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哪些角色 麥克 欸很可愛耶 好精緻喔 它那個面杖還有做一點細節在上面 對啊它這個就是這樣擺出來 然後變成就是 好可愛喔 XR的字樣 這個燈是那個 那個跳跳的 然後在這邊把它壓扁 這個球球也是每個 皮克斯電影都會有的 一個小彩蛋 OK 然後這個是公仔的部分 所以它是做工蠻精細的 它就叫Alien 它的名字就直接叫Alien 三眼怪 這個我會想要耶 這個很適合擺在那種拍攝背景 對啊 這個完全適合 就是有稍微入鏡 那我就帶走來寫 欸這個可能可以送你耶 真的嗎 這應該可以送你 還是這邊偷藥禮物 好 這個是第一個 公仔 做工精細 然後如果是皮克斯粉絲 我覺得非常值得收藏 那接下來看比較簡單 我們來拍一個這個麥克風 它也是 一個是熊豪哥 這個也是三眼怪 它收納合作的滿有質感的 對是硬的 是硬殼 然後上面也會有印一些 相關的經典台詞 這樣保尼這個三角怪的是 哦 就是它們發出的聲音 哦 這樣很肥耶 呵呵 你的手要很大 它可能是想說可以這樣立體 哦 立體 然後也可以當音效 我們來試看 有,好多耶 hello hello 它是不是可以調模式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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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那個三眼怪的聲音了 hello 真的是耶 好酷喔 好 這個是他們的麥克風 這也可以當交換禮物 我覺得收到這個交換禮物應該蠻開心的 對耶 那下一個我們來開 它的藍牙音箱 都是聲音相關的 然後也是熊豹哥跟三眼怪 它是玻璃的耶 它蠻有質感透明的 為什麼會亮 這樣子的耶 我們等一下打開來看看 會亮耶 你看看它的顏色已經在變 我們應該要再按一點 有有有 它其實螢幕上看得到 它這個是有在變換它的 裡面的LED燈的 這個就可以了 可惡 我比較喜歡這個 我比較喜歡這個 它太有故事性了 好可愛喔 它把那個裡面故事的 這個就比較適合 刷三眼怪的夾娃娃機 呈現出來 這個擺在家裡 心情應該會蠻好的 我們關燈試試看 喔 有氣氛耶 這個有誘心在做耶 我到目前為止都覺得 它每一個人做過非常精細 它已經不像是幾點商品 它就是商品 你可以想像把它放在 Disney Store 對 Disney Store 的Pixar 專區 嗯 應該是會有人想買 絕對會有啊 很可愛耶 藍牙音箱 看下來的 喔這個看 再來一個是 口袋電源 這個Pixar 就是行動電源吧 對 那就是插在屁股上 對 它有兩種聲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 這個是Lime 然後 這裡有一個是Type-C 所以大部分的電器都可以充到 就是一個行動充到 這邊還有一個腳架 可以立起來 這邊是腳架 再來我們看一個有趣的東西 口袋印表機 可以拿來幹嘛 不太確定 熱敏無墨烈印 所以它可能是印那種黑白 然後 它不需要填墨筍 就用感應就可以 把它印上去 喔可以印那種QR Code 喔 之類的 對對對 一樣 它的外盒都非常有質感 喔它的紙好可愛喔 它的紙 是上面會有印一些 就是 我這個也要 想印看 對對對 雖然是黑白 但是你可以把它印在這個紙上面 這裡應該可以打開 這邊就是熱感印紙 這個的話 它要下載一個APP 然後從APP裡面可以打印東西 試試看 可以選東西 喔喔喔 這樣動了 看到嗎 出來了 很可愛耶 好酷喔 印出了一個不知道是青蛙還是熊的東西 好快喔 這樣就完成了 試下來 你就可以在上面寫字吧 喔喔 可愛的小便簽 對小便簽 可以把這個印出來 實用啦 我覺得QR Code可以直接這樣印出來是蠻方便的 然後它這裡還可以設定一些 就有很多不同的圖片可以列 真的也好多喔 這邊各種圖片可以讓你選擇 小操 你可以印小操對不對 那個大小更好 果然是辦公室小物 你就需要印一些小秘密啊 或者是旁邊女同事的告白 對不對 印在上面 有這個情形 真的嗎 你所有旁邊的東西拿著你這樣子的告白字 你不會心動 就上面然後它這麼用心 它還印出來 然後上面寫 喔 love 這樣 謝謝 哈哈哈哈 順手揉掉 OK 再來呢也是非常可愛的 這個是一個三眼怪的炫彩拍拍燈 喔 欸它軟軟的耶 好軟 它是squishy squishy那種 這個觸感 呃 是種矽膠材質 它可以吐氣 這樣子 好可愛喔 超Q的耶 好 我們來看它亮起來 喔 喔 喔 欸 是這樣嗎 真的耶 就你拍它的時候它會換顏色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拍它的時候會換顏色 這個是本日的MVP 我覺得真的太可愛了 打咚咚 太可愛 霸凌三眼怪 這個可以 你如果放一排 然後不同顏色 在你家玄關之類迎接你回家 必須耶 必須要收緊一整排耶 這一支我蠻喜歡的 而且它的做工感覺 蠻好的 不過它這上面也有 好Q喔 我先來這三個品項 接下來這個是 音樂盒 喔 這個是精緻款的喔 OMG 這個很精緻耶 你看是這樣子的 它是木頭製的喔 然後這個是那種 clockwork的 所以它們應該是可以動 從下面這裡 這裡轉 好可愛耶 是同一首歌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對 同一首歌 同一首歌 這個很精緻耶 這個如果在 就是 東京迪士尼商店 可能會賣得到 五六千塊日幣 我覺得 非常有可能 而且它的 音質蠻好的 然後它這一個是做成 黑膠唱片的 我 比起這個 我更喜歡這個 嗯 就是Woodie啊 它們是有空間 可以讓它擺動的 對 所以 它在播音樂的時候 它們會感覺 有點在跳舞 很可愛啦 然後是 受不了 會原地旋轉的 好讚喔 太Q了 太Q了 受不了 我們等一下要選 心目中最喜歡的 OK 好 我覺得現在有幾個 很接近 以品項來說 我現在被這個驚艷到了 因為它的做工也是好的 對 我問一下 這是真的 開玩笑 對 就是 你看喔 你轉一轉對不對 你不想聽了 它還在轉 off 它就停 必須擁有 即刻擁有 這個皮克斯米真的是會瘋掉 這個很棒 塞進我的口袋裡 塞不進去 你要放到哪裡 倒數第二個品項 這個是 木製的盆器 應該就是可以 拿來 養一些植物之類的 小草 Q耶 這樣子的感覺 這邊還有一個小配飾 不知道是 喔 這個是 可能是 插在泥土的那裡面 然後它就是 一個claw 這裡會放泥土嘛 然後是整個造型 然後 把這個插在泥土裡面 這樣是一個set 這邊這個是 這樣子 釣起來的 都是三眼怪 然後這裡面這個是可以拿出來 它這個真的是用來種植物 你看它裡面是兩件式的 然後這裡可以綠水 就不會擠過多的水 這可以種什麼植物啊 這也太小了吧 這個養一株小草 一株小草 種一些 種在五株豆芽菜 放在裡面 但是它這個掛起來也比較有 這個很可愛 這是 小盆栽 最後一個是 三眼怪的造型燈 剛剛裡面大概有一半吧 的產品 都是三眼怪 看得出來台灣非常喜歡三眼怪 這個跟剛剛的 music box 有個比 同一個做工喔 木頭的 但是我們要插它點 才會亮 我要看它亮起來的樣子 我要看 它這樣 哇 可愛 很可愛 它在上面這裡 燈 聖光照下 它是不是在動畫裡面也是這樣演 對 他們會看那個亮光 他們覺得那個是神 嗯 這樣子亮起來 超Q的 是不是太可愛了 哇 這個做工也真的是很好耶 大家要看它的細節的 它那個扎實的木頭 對 扎實的木頭 然後這個切工啊 然後黏在一起 它裡面的每一個顏色跟眼睛 都非常清楚 它是品質很好的 太厲害了 太可愛了 這是最後一個了 我們全部開完 所以剛剛這樣 就是十幾個不同的單品 好 那這樣看下來 你覺得 你最喜歡哪一個品項 我剛剛原來是覺得應該是拍拍燈了 嗯 但是那個音樂盒拿出來 我真的被嚇到 音樂盒 尤其是黑膠造型那個 我超喜歡 對 這個嘛對不對 對 這一隻嘛 然後它都是絕景 還有布底的造型 都是有特別設計過的感覺 嗯嗯嗯 然後它有強調這顆星星 真的是太可愛了 哦 真的耶 那個星星是不同的材質耶 對 真的很可愛 就很精緻 它不是一個隨便的小品牌 它是有認真的設計的商品牌 布底這邊這個星星的材質 講一個人就是 布底是那個 完全從動員世界裡面 布底這個角色 他殘演的動畫 哦哦哦哦哦 對 所以他在裡面是一個這個動畫的主角 哦哦哦 就是他的節目 對是他的節目 我想一下哦 我可能還是會選擇音樂 真的嗎 對 我覺得木製的這個系列 都很有質感 我也想要把拍拍燈拿出來 拍拍燈的話 也是質感我覺得有到 這個原本我也覺得會是在 我的前幾名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第一名 然後拍拍燈第二名 嗯 這個第三名 這個可愛的小燈 我可能會把這個考慮也放進來 哦哦哦 因為這一個公式來的時候 嗯 我可能會覺得這個的裝飾性 對我來說更好夠 對 然後他更值得收藏 因為我很喜歡收藏 一個系列的東西 就他東西是我看得出來 他是一個set 這跟你家很大耶 對 所以這個放在後面 我可能 這個 maybe 會是我的第一名 真的嗎 這應該會說 你這個是真的很可愛 那其實我剛剛排名的時候 我忘記這個 抱歉 哈哈 你拍票是前三名嗎 有有有有 我覺得你可能這個是第三 第三啊 這個是第四 這個第二 對 這個第二 因為這個 我對這種可愛的小燈 怎麼無法抵擋 我的話應該是 這個是第一 這個其中一個是第二 然後這個是第三 其他都是偏電子的 就是印表及麥克風 行動電源 音箱 這些就辦公室小物啦 但可能是因為 已經有其他的 替代品 如果你沒有這些東西 然後你很想收集一個 這樣子 皮克斯造型的 某某電子產品的話 我覺得也是還蠻適合的 他的作品都是很精細 但是以我們來說的話 這些 很裝飾性的東西 對 我不喜歡有壽司的價值 嗯 這個就是這次 7-11 皮克斯工作狂 欸 有狂嗎 沒有狂 工作精品 工作 啊開心工作 開心工作精品 哈哈哈哈 找NG 的基點系列 好 我相信大家看完這個開箱 如果有看到現在 一定是皮克斯狂奮 然後 對這些都很有興趣 那 他的收集方式 有一點點複雜 就是他有幾個不同階段 就是他有直接可以購買到的階段 然後有要幾點去換的階段 那這個時間點都不太一樣 所以 我會把他所有的時間點 跟所有的價錢 或者是取得的方式 放在影片的更多資訊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自己去瞭解一下 好的 那今天就感謝寶妮陪我一起來開箱 寶妮最後來跟大家講一下 你最喜歡的皮克斯電影是哪一個 我最喜歡海底總動員 但是今天好像沒有海底總動員的周邊 但是我也很喜歡怪獸電力故事 這邊有書招 有有有有Sully Sully Sully跟Mine Sully OK 我的話應該會是Toy Story 因為Toy Story我看過最多幾 大家的回憶 我覺得我們有跟著這個動畫一起長大 的感覺 所以大家有沒有什麼最喜歡的皮克斯動畫 或是VC動畫其實也可以 下面跟我們說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